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熙 我們熙5,晨早新聞部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4日,星期六 今天最低氣溫25度 最高29度 大致天情,吹輕微至和喚的偏東風 嘩,今天看新聞 阿熙幫我按的時候,他說 這麼多人跳樓? 真的多了 唉,嚇死人了 好,另外看到有人在月台 all care 不是昨天說,郭善來 現在是個普通男生,拍到 不是在月台搞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香港人呢? 待會研究一下 另外有一件事 警務處處長被法官裁定失職 究竟又發生什麼事呢? 真的要了解了解 蕭澤宜先生 他都很努力了 最近反黑 洗太平地 竟然有些說話 但那些又不關黑幫的事 黑幫的新聞我們今天會繼續跟進 太龍被砍死的那宗 真是江湖 就是大新聞 有人說胡蘇中有份 有人說有份在現場 好,詳細新聞內容 先說一下天氣 反常的天氣 怎麼反法 秋天也完 冬季也來 未來九天最高30度 立冬 下星期三立冬 香港現在介乎23至30度 是不是離譜? 市民外出 還要遮遮太陽 現在感覺上有一點乾燥 其實我很怕乾燥的時候 在香港或日本 泰國沒有這個問題 有淨電 原來在日本有一隻 叫防淨電手帶 香港也有賣的 但日本更便宜 100日圓就有 戴上手後 真的沒有淨電 有些東西跟你絕完 非常好 接下來 還是這麼熱的 會不會又破紀錄 一個最熱的冬季 也是這樣 你有這麼久的大雨 之前破紀錄的 我相信天氣極度反常 我相信 說年輕人 幼稚園11個人 集體食物中毒 五線 有菌 有什麼菌 吃了南瓜蒸肉粒飯 有蠟釀包 蠟釀包幹菌 總之有菌 不乾淨 小朋友三至五歲 吃完之後 又吐又吐又肚痛 求醫 無需送丸 供應商是封聖飲食館 有限公司 喂 搞這些東西 另外說一下 有些叫做 內地賊 闖尖沙咀文化中心 兩間食股 爆隔 偷手機偷錢 被人拘捕了 在昨天 和上個月22日 然後 這個 梳士巴里道 香港文化中心 爆隔 偷手機 偷了三千元現金 拘捕了一個四十五歲 內地男子 應該都是他做的 這樣 要啦 要拘捕人 另外 有些好像 搞來搞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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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偷運金條 小 客車 後輪有七十二條金條 入境深圳 黃江口岸 哇 拍到那時候 那個圖像顯示異常 拆了一個 哇 多於萬事通的金條 最近看 梁山伯就說 有金條 香港也有 四千多萬人民幣 這七十二碼金條 這麼重 七十二點零零一五七千克 哇 拿去海關後續處置部門 不知道會不會充公呢 哇 開心 這裡幾千萬 好 另外 走私的東西 什麼 凍牛肉 舊手機 什麼都有 違規為例 哇 那裡很多東西 有三把十四公斤 凍牛肉 走私 哇 有五百五十八部舊手機 打算拼一拼 不用交關稅 那就糟糕了 另外換錢 當黑是黑 28萬人民幣 立了 抓了三個人 澳門的這些 就是 把錢變成練功卷 給別人 哇 真是 很混亂 不過這不關我們事 他們是黑之一 好 那 說到 現在 因為 數據互通落實 政府服務電子化 工營機構 屢租黑客入侵 哇 這些事件都多 沒辦法 人家那些黑客 做得黑客的 當然不簡單 對嗎 唉 但是政府應該請一些 IT也厲害 我們那時候看 catch me if you can 抓了一個人之後 邀請他做這個政府的 防 反黑客 反藝務 因為高手始終都是高手 這些都是人才 但是他 真的讓不讓你這樣做 待會做了無間道 就糟了 好了 那 一件事 警務處處長被法官裁定失職 警方處理投訴失當 男子司法覆核勝訴 這件事是前年三月 警方報警 懷疑電腦被 不是應該這樣說 向警方報警 指懷疑電腦被黑客入侵 隔月之後 單案結了 他覺得警方沒有妥善調查 投訴警察課 就跟獨立監警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就投訴了 後來就向 大家知道原來投訴警察課 都沒有 將其申訴歸類為衰匯報 搞到監警會都無法處理 他認為警方和監警會做法不當 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法官昨天 就頒判辭 裁定申請方勝訴 認為警方當初判定出錯 沒有向投訴人處理個案 是沒有履行職責的 是的 不要爆他的名字 這個姓林 申請司法覆核那個 答辯人就是香港警務署和監警會 現在裁定了這個 警方是失職的 法官因此判申請人勝訴 答辯人須支付重費 沒有的 只是講求公道而已 他說你是對的 他沒有說怎麼罰 叫他重啟檔案 警務署 警務署那邊可能是要給糖費 那些 但是你看到香港的 你搞這些都不是一定的 都會勝訴 只有一個知智 沒什麼 另外這件事更嚴重的 在日本回來香港 換身份證 在網上發佈煽動言論 被人拘捕了 留學日本 港女 坐牢兩個月 判牢兩個月 不可以說這些話 所以我經常說 當然在香港好 這樣也不好 多好 你看看 2018年起 四年間 在Facebook Instagram 發佈煽動言論 早前回港更換身份證被捕 入獄兩個月 二十三歲 叫袁靜庭 原來是學生 日本那邊讀書 讀經濟 政治經濟 嘩 就說你什麼 意圖引起藐視 歧視中央和香港特區行政 激起對其 尼背 尼背 這樣 他寫的東西很厲害 說這些不能說 他十三篇貼文 我們說的 只是說新聞 他寫什麼呢 他說我是香港人 我主張香港獨立 不行 這些不能說 中共未滅何以為家 這些更加大言不慘 真的不行不行 嘩 東方都寫出來 你自己看 我讀都害怕 你自己上網看 他這個 嚴重很多 在網上說幾句 這個不簡單 不簡單 所以在網上不要亂說話 你又要回來換身份證 對不對 我見有些人在網上亂說話 那些人完全不會回來 總之你一天踏足在香港 說話 真的要香港好 不是說笑 怎麼可以 是不是自己地方 你脫了 脫了 不理你 沒得理 你沒有脫了 你要換身份證 對不對 另外 另外 嘩 嘩 嘩 不肖子 大罵離島醫院 叫改為築 欠一間屋 嘩 嘩 真是 港南法文 早前在離島醫院探病 看到60歲的男人大罵病房 和我90歲的媽媽爭吵 男子要求媽媽重寫平安寺 即遺囑 將屋留給他 他媽媽拒絕 兒子竟然威脅 你不要回家 送你去老人院 令媽媽相當激動 最後媽媽按鐘 叫護士趕兒子走 不知為何想起梅啟明 事件令他感到難過 想不到世間竟然有這樣的誤逆 真是禽獸不如 有些人說 如果兒子這樣跟我說 我半層樓都不會給他 有些人認為家事外人都很難明白 對 有人真的想起梅啟明 有些港人也有 但媽媽為何不給他 這間屋子給誰 有多少個子女呢 沒有人知道 是吧 如果你說只有一個不給他 又是說不過去 這個事實是 這間屋樓就說 捐了他也不給你 那你 生他也有責任 好好聊聊天 對 好像曾志偉這樣說 死之前洗錢去 他說而已 我覺得不會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知 人家的家事 不管了 不介入別人恩果 說說就算了 另外說 說在 這個 女人捱電單車撞 電單車也倒了 一起坐在地上 在和合石那裡 恐怖了 撞到那個女人 騎士都倒了 人仰車回 途人經過意外 幫忙報警 對了 兩個都清醒了 電單車撞到也很倒了 不是開玩笑 單車撞到也撞死了 之前在大埔發生過一件 小心小心 好 另外撞到爛了 麗芝國青衣公路 泥頭車和法拉里 碰撞後撞到 司機被困 頭部受傷 整輛車接到 嘩 真是 打仗 人 還生還 厲害 是的 車應 和他受了力 法拉里反而沒有什麼事 他還在很帥 他還在那裡 泥頭車 車頭 直到 不見到是車頭 整個車頭都爛了 司機被困 頭部受傷 沒有說他有生命意外 這個也很幸運 這麼年輕 開泥頭車 是29歲的 小哥仔 對 法拉里司機是62 也有幾輛車都受波及 這樣 其他車都沒事 就是泥頭車的 車都爛了 但是人都沒事 那就最好 另外說一些噁心的事 這些變態 有什麼可能 男子美孚站月台便匿 乘客鬧爆 嘩 這麼噁心的 他樣子 像香港人 看他穿衣服 真是 所有人都要大便大過天 男子港鐵月台 中目攜位 撥撥招 有廁所的 地鐵 按一下鐘 過了疫情 他要借給你的 他之前疫情說不愛借 那時候反而沒有什麼人去摟 現在看到這段影片 年約四十歲的男子 穿著六件衣服 短褲和運動鞋 也不怕別人看到 很噁心 有廁所 他一點也不尷尬 罵他之後 好像有點慚愧 趕快便離開 不罵他便繼續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 在六道中 哪裡來的 人是做不出這些事的 我告訴你 你要羞恥不得 這麼多人 對 不說下一句 你們自己猜也猜到了 這什麼意思 今世難得成人 又何必 做些非人的所為呢 整個屁股 被人見了都可以 在月台上 撥撥撥 真的很噁心 我覺得這些人有些癖好 我覺得是很噁心 你說是在一旁 你說是骯髒而已 鍾木葵葵 在月台邊 真是瘋 神經病 應該抓他自己撥撥 很噁心 姐姐 人家掃垃圾 沒有想要搞這些事 另外 將軍澳地盤壓力喉管 爆裂 水柱 打中印度籍藍工 有沒有整個飛開呢 激中 頭耳背受傷 陷入昏迷 在場工友 報警 突然壓力喉爆 撥撥 這樣飛去 誇張 33歲 男工 不知道 突然起來 好像 我剛才看 那傢伙玩硬氣功 他也要運氣 運氣才跑去撥 他運氣 突然爆出來 練過也死了 那些事情 不知道練來做什麼 很愚蠢 我經常覺得那傢伙 練硬氣功 另外 長青公路 70多歲的的士大佬 心口痛 暈了 無人駕駛百米 這麼恐怖 嚇死你了 兩個外籍男乘客 坐在那裡 突然間 司機什麼事 扶在那裡 嘩 然後車繼續飆 很恐怖 我 坐車也試過 司機扶在軚盤上睡覺 很睏 播放那些音樂 不知道他能做到多少 司機 播放一些安眠曲 你炸自己也好 我們也是 我們凌晨去機場 不是 你坐飛機 任何時間都有 所以很恐怖 這個72歲 什麼 沒有了呼吸脈搏 不是吧 送院搶救嗎 沒有呼吸脈搏 不知道死了沒有 無端端 開車 嘩 非常突然 看看誰不幸運 是啊 現在的士司機年紀很大 平均都65歲以上 那些人當然是有時間 那些通宵的士 剛剛遇到一輛 夠鐘 你真是麻煩 有些年紀很大 所以小心點 另外 泰龍謀殺案 又在審 證人說 案發夜 收到大哥通知有事 後來才知道要斬泰龍 看他們的口供是買手買腳 後來就斬死了 在公園開會 一會兒去斬泰龍 對 不要斬頭不要斬頸 不要斬大動脈 懂得哪一條大動脈 懂得不需要做古惑仔 而且一斬就亂斬 站在那裡讓你斬 是不是 有些真的行動組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有些我聽過 行動組我們以前 聊天 跟新孩子出來工作 叫你買手腳 第一刀落頸 第二刀落腰 好像很帥氣 擺姿勢 死了 他 看他這麼帥氣 自己也 把刀都丟了 然後上車走了 他說這件事變成謀殺了 我聽回來 那個人還說穿了草 不過他吹得很大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真的 他說 由水路逃走 然後那些炮彈魚 在他身邊經過 噗噗噗噗 我覺得那些是吹水的 哈哈哈哈 今次這件事 都是說買手腳 最後泰龍被人斬死了 沒辦法 是吧 冤冤相報 這些 看你們在網上自己看 很複雜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要做黑社會 沒有前途 比你做到這麼大 挺好打 太龍最厲害的 都是死的 幾個人搞定 以前古時 又說 項羽1個打2,800個 說就是 現在4個 那輛車一撞 撞完他之後 就斬他 那就死了 好 那 元朗那邊 黑社會 他說 要毆打保安 又撩警察 直抽 今次到屯門 警察再到屯門洗太平地 就 打擊黑幫氣炎 為例泊車 又找到一些毒品 繼續雷霆掃穴 掃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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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又達到 又當我身以安留 然後又說 和姓和 那個 菇爺偉 那些 那些 太過猖狂了 那都是團元天那邊 天水圍也沒有說 都是屯門元朗 那就是天水圍 三個地方 天水圍城 就是糟糕 少一點 盡量少進去 另外 交通督導員也被人打 抄牌問題起爭執 灣仔中年男人襲擊交通督導員 那個63歲 打他 昨天下午一點 在灣仔發生的這件事 另外看看 開始講跳樓了 很多 香港仔男子英偽座 天台禪棚 消防開氣展戒備 一宗 那就是昨晚7點 這個人 這個人 也不是 他一邊吃煙一邊玩電話 搞搞震 這個人 在這裡 他只是危坐 但是一邊吃煙一邊玩電話 沒有理會救援人員 勸喻 昨晚 不知道下來了沒有 沒有 記者也不跟進 看了有一件這樣的事 就走了 最後寫的是 雙方目前仍在對峙 華智里 在搖電話 在吸煙 他心想都不是 沒有跟進 一宗 另外 不是同一宗 他有跟進 下一篇新聞說 32歲 人家姓歐陽 搞了四個小時 原來 大家都在 你說這些新聞 真的沒有什麼新聞價值 你發生了 報開就報了 好像沒有頭沒有尾 那四個小時 大家就等一等 你搖手機 我搖手機 比較上 人家就休息一下 你也休息一下 因為你在做什麼 恩與女友感情問題 吵架 上天台危坐 11點就下來了 吵架 有什麼事飛掉 你沒理由自己飛到街上 這件事就想錯了 真是無聊 第一宗 第二宗 荃灣德華街老翁跳樓 宋縣不治 多少歲沒有說 昨天早上9點41分 最近很多 兩宗 剛才那宗相片 算是第一宗 有個十六歲少年 天台跳樓在牛頭角 宋縣後不治 這些就多了 十五六歲 最近很多 昨天凌晨發生 在牛頭角 彩福村彩和樓 哇 天台跳下來 這宗死了 兩宗 第三宗 這宗不是跳樓 而是跳海 沙基灣失蹤女子 墮海 岸邊有個背囊 蛙人救起她 沒有了 二十五歲而已 搞錯 這些都是妙齡的 不知道為什麼 情緒病還是怎樣 是有的 真的有情緒病 一看就看到了 三宗 沙田十五歲仔 吃藥自殺 這宗獲救 救得回 媽媽報警 企圖自殺處理 這宗救得回就當沒有了 接著 第四宗 女子水泉澳村 跳樓死亡六十歲 姓鄧 剛才凌時四十分 但生活問題困擾 不排除因此尋短 再來了 情困女秀牛瓶 曉麗院墮樓 倒閉 第五宗 45歲 昨晚11點十九分 跳樓 感情問題 還有沒有 沒有了 五宗也很多 很多 五宗也過千 一年 一千五百多 很誇張 破了一天紀錄 有兩宗三宗死不去 最重要是珍惜生命 是吧 不是真的大問題 野豬 變野豬 炮台山野豬夾住 他想走 他珍惜生命 我下來賺吃而已 人們要你死 然後 你 夾了頭 漁龍署捕走 人道處理 豬很無奈 為什麼呢 他不知做什麼 卡住了 又不能走 然後有人救他 你以為他救你 救你回去飽 就是這樣 很大的 1.2米重 75公斤 160多磅 相當足稱 以前在大埔野豬狩獵隊 可能分了他們吃 現在不是 現在是堆田區 我估計 香港地 連中藥也有些料到 同意持排中藥財批發商 收回一批 混淆了白及藥財 不是那麼純 搞錯了 經常說 香港的中藥是全中國最好的 因為你進口 或者什麼都會有檢驗 各樣 但是似乎 這次有點脫漏了 今天的新聞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每天都提醒大家 開開心心 拜拜